繁花刚刚播完 相信大家看完之后 对剧里不少热门的拍摄地很好奇 今天来逛一下夜东京所在的近线路 带大家逛一下这条大约500米左右的小路 这条路上有不少早C1A的咖啡小酒吧 大家也可以来mark一下 之后可以有空来坐坐 好漂亮啊 这个咖啡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带着大家逛上海近闲路的牛小茶 最近的繁花大家都看了吧 看繁花了吗 看了呀 其实你也是今天特意过来 一直住在这里 是吗 45年了 刚开始拍就遇到了一个老大哥 在这边住了45年了 也是特意过来拍照片的 我想如果要是看了繁花的人 肯定对于夜东京印象深刻 对不对 近闲路白天会比较安静一些 它是一个典型的夜生活的一条路 然后它的业态也一直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了 多元化 为什么呢 这边有这个复古的小酒馆 有日式咖啡店 韩式的烧烤 水果店 它的这种业态都是偏年轻化的 但是黄河路我也经常去 相比近闲路这边的话 没有这么的多元 或者是这么的年轻 我就带着大家在这条路上随便的逛一逛了 晚上贼热闹 这个小酒吧 非常有感觉 我的自行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摔到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对 然后这个酒吧 如果你们晚上来的话 可以逛一下 Depthor 周末很多人都会坐在前边等位置 韩式的Bistro 这个店特别特别火 我每次来都排不到位 就是这家店 这边这个店 貌似是一个新开的店 我看有咖啡 那我就带大家尝试一下这个新开的 这是新开的店吗 开多久了 帮我点一个美式 冰的还是热的 热的吧 你也进去做美式 哎好嘞 谢谢啊 来我点了一个美式 里边是一个威士忌坝 很不错啊 有时间晚上的话可以过来逛一逛的 你看这是他们的这个黑胶的设备 这边还有一个是显示分贝的吧 这个咖啡一看就是很香的那种 就是贼香的那种 尝一口呢 很厚式的 然后烤坚果的这种感觉 是我喜欢的这种中生烘焙的比较香的味道 他们开之前呢 这边他们说是一个超市 有一丝丝的微微的酸感在 应该是有中美洲的咖啡豆在的 你来上海旅游的肯定也都见过外面 晾亮的这些衣服对吧 因为上海是比较湿的这种空气嘛 所以说都会把衣服晾在外边 进闲路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短 我目测的话可能500米都不到吧 中间的这一小段有几间是这种小的矮的 这种两层三层的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出来 这边一下子更开阔了这种感觉 叶来香 听它这个名字就知道 一定是一个晚上吃晚餐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之前来过一次 环境非常好 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也不知道叶来香和叶东京有什么联系啊 是不是 我印象中这个餐厅开了至少有快十年了吧 这是我印象中的 你这房子二十八了吗 没有啊 应该没有吧 对啊 叶东京在哪里照片 叶来香可能就是吧 不是啊 叶来香 你这个直播别弄错的啊 不会弄错的 太有意思了 其实是没有二十八的 找不到的 BOOTH COFFEE 进来坐一下 Hello 帮我点一个拿铁吧 可以 不是最近有好多看了电视剧来这边打探吗 后来那个走走 但是没有像黄格路那么多 哇你这个拉花拉的还是蛮好的 我也是咖啡师啊 特意来逛几家咖啡店 这边其实酒吧比咖啡店多 白天咖啡店没几家 但是就是有开咖啡的 也是有卖酒卖餐的 对 早洗碗了 除了那个路口那个Manner 是他们卖咖啡 嗯 他们只有咖啡 我们是白天咖啡网上去吗 对面我记得之前也是一个小的咖啡店 对吧 其实之前对面是一个白色的日式买手店 会有一些卖东西的 就顺便会在一个就在窗口可以卖咖啡 所以应该就卖一些日式的一些杯子去餐具 我进闲路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端 从这边二楼楼上呢 可以看到花言花念 隔壁是有二楼的 我们这边没二楼 这边二楼是住宿 是属于后面小区的 晚上的话是以各小鸡为酒的 然后喝一些葡萄酒和烈酒 西边这一侧其实晚上是没有东边的那一侧热闹 是因为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卖骨骤的呀 衣服啊 饰品的店 然后吃的喝的比较少 在路的最这边是海金兹 海金兹我觉得这是一家必吃的店吧 不过在上海也算是一个连锁了 很多地方都有对吧 价格蛮平价的 吃起来挺有这种上海的风格的 那现在呢还不到晚饭的时间 等晚饭时间我再过来吃 一下进来尝一下 喝一喝 我其实蛮少喝这种水果茶呀 或者柠檬茶的 但是既然来了就喝喝看嘛 对吧 小哥你们这边的热卖的是什么 招牌太绿对吧 好帮我来一个呗 旁边的那个泰国菜是晚上凝结的吧 哦他就是只是在饭点的时候 我说你们两家店是一个老板吗 我们跟那个烤店很像 就韩式的那个 哦 你们这边现在一天能卖多少杯啊 以为冬天的话只能喝一杯 啊 一天四五百杯 没有没有 三十十杯吧 是不是 啊是吗 五六十杯好一点 嗯 一到四的话就行了 好吧 我以为能卖个几百杯呢 夏天的水一杯好一点 夏天几百杯 因为我看你这个杯子放这么高 呵呵呵呵呵 哎好 我来了尝试一下 到这边可以吧 可以可以 他这个价格卖的也不是特别贵啊 就十八块钱 小哥你们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放了一些这个薄荷 我喝到有一些薄荷的味道对吧 这个是泰绿酱 泰绿酱 这个是香水人家泰绿酱 哦 因为是会有什么酱 那个黑酱 然后就会有什么酱 清爽的 米其林推荐的啊 19-223 来了一道菜 哇 其实他们真的是 这道菜很实惠很实惠 葱烤大牌呢是38 油盆损呢是36 开动了真香 这么大一块猪排 这么大一块 甜香甜香的 这也太大碗了 吃完真满足 是今天在这边逛的时候呢 有好多人这个在找这个 找什么 找240 这小姐姐真可爱 逛的已经差不多了对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